哈喽 爱曲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米热 我是贡米 我在我们贴架公主这部戏里面饰演的是皇上 也就是宇文勇 我在这部戏里面演的是贴架 我演的是柳静 因为柳静是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触 就是他遇到人生中任何的困难 还有不开心的时候 他都会以一个非常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天不怕地不怕 对 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那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 我要向柳静学习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把快乐当做一种习惯 养成一种快乐的习惯 之前我演的那些角色 可能他是 就是一直是一个追求者嘛 然后这部戏里面可能就比较圆满 所以就觉得对于自己来说 一个爱情观可能有一些改善 在演戏的时候 你以前没有这么圆满的时候 从头都是找不到自己的真爱 我可能就是跟柳静一起演戏的时候 他每次都哭戏 然后我觉得每次他演哭戏 就觉得特别心疼他 真的那个眼泪就是一直在哗哗哗哗哗 一直在流 没有吗 有啊没有吗 真的 我其实特别 我觉得热热是一个超级敬业的人 因为我们之前那时候 不是吗 就是他 然后我们在很热的那个棚里面 可能棚里的温度都达到 三十七八度左右的时候 然后热热已经中暑了 但是他还是会 只要那边action 他就会保持 嗯 马上那个状态就会出来了 那我也觉得 我有的时候在旁边 在默默地看的时候 就好敬业啊 真的是 而且他 到时候后期加一下 关键是他 中暑了 他也不会 就是一直在那 哎我好热 他不会 他会 我私下里会 他热热 你热不上 还好还好 其实我经常就是跟自己骗自己 我就说好冷 我说好冷啊 好冷啊 好冷啊 这是你的妙招 好冷啊 我就骗自己 生活生活可能是还是一个单纯活泼 可爱善良的小男孩 演戏的 呃 没有 我是觉得他 无论生活中还是演戏的时候都挺man的 太明快了 太明快了 哇 发屁可爱 发屁 就是公民有一个习惯 这是我模仿的不太像了 然后他经常自己跟自己 大家都笑完了 对好笑的事情 然后他转身自己跟自己 哎呀 好好笑 好好笑 太搞笑 自己跟自己笑很久 我们经常有这首戏的时候呢 我突然就觉得我的手很疼 因为他每一次 无论是开始演戏的过程也好 还是演戏之前也好 他都会捏我的手 嗯 这样 哦 对对对对 可能有的时候我自己 自己跟自己太入戏了吧 可能就是抓得比较狠 也不是紧张吗 就是我可能演 就是只要演情感戏的时候 可能会就觉得 自己跟自己演的时候 觉得自己跟自己 为什么要这样 要抓 要抓 送脑和城堂 从此再有这二五 做过饭 你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 你先说 我难忘的事情特别多了 特别多 其实最大的就是 可能是我在这部戏里面过生日吧 然后过生日那天 就是感觉 自己突然好幸福 跟剧组的大家一起过生日 然后那天 还有我们的公民 也给我一个惊喜 那天是他有工作 然后没想到 突然一下子在现场出现 我就惊讶到了 那不是惊讶 是惊喜 我有一场是在那个 要跳湖的那场戏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我对水有点害怕 是因为我以前拍戏的时候 有被海浪的一个暗流被卷走 就基本就没什么缓脱 就直接会深渊就掉下去了 所以那天我就觉得非常恐惧 你尖叫了吗 没有 我们有好几个潜水员在那里保护我 心理建设就是 就这样了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下去 很坚定 你也有敬业的状态是不是 敬业的状态 对 我觉得是应该的吧 你也是跟他们一样来欺负我的吗 那我觉得肯定是 每一部戏里面的 就是演员们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我们演的这部戏 肯定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而且就是有不一样的辣 不一样的甜 不一样的虐 我觉得可能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 以往的甜虫 在辣的部分就很少吧 因为我们就更 别的 别的剧 但我们这个剧就更辣吧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热热的表现 是那种 应该 碾压各种男主吧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好的评价也好 坏的评价也好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成绩 这是肯定是大家都要接受的 我觉得就是 无论是好的评价 还是不好的评价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给观众有没有带来快乐 这个就比较重要 至于其他的对我们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不太在意对吧 我觉得遗憾的地方就是 在我心里就觉得 太早杀青了 太快杀青了 然后 然后我们 小伙伴之间的情谊 刚刚才建立起来 我们都非常的快乐 真的是 太短暂了 快乐的这个时间太短暂了 你看 我们 是 怎么